使用牌照税的缴纳期限快到了 地方税务局表示 如果于期未缴款 除了会被加征至纳金 车辆如果还行驶 或者是停放在公用道路上被查获 会被加罚一倍以下的税金 提醒车主赶快缴税 使用牌照税缴纳期限快到了 虽然因为劳动节假日延长到5月3号 但是地方税务局提醒车主 还是尽快缴款比较保险 万一于期未缴税 除了会被加征至纳金 未税车辆行驶或者是停放在公用道路上被查获 还会被加罚一倍以下的税金 牌照税如果说预期未缴税的话 那你如果行驶在道路上面被查获的话 那是会有罚则的 那它的罚则是你因那税尔的一倍 那它的查获的方式呢 有比如说像你在我们花莲市的路边停车 或者是说你在那个国道上面行驶 的时候被车辆辨识系统拍照拍到 或者是说你违规停车的时候呢 被警察举发 或者是你在交通上面的违规行驶的行为 被警察举发 那我们都都是我们查获你未完税上路的一个方式 那所以请民众 避免说因为未完税被受罚 所以请如期的缴税 查查未税车辆的方式越来越科技化 也越来越简便 地方税务局呼吁车主不要心存侥幸 请在期限之内赶快缴纳牌照税 如果有任何困难或者是疑虑 也可以向地方税务局来咨询 会有专人为民众服务 介络会欢迎市报道